哈喽,小伙伴们,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来到词语小课堂,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节课,你准备好了吗?快和Joyce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语吧!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语是掩饰和隐瞒。掩饰和隐瞒这两个词语都有表示不告诉别人一些事实或者真相的意思,但是它们也有一些不同点。 掩饰是指用一些方法来遮住缺点、错误或者心情等等,而隐瞒是指遮住真相不让人知道,多指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句,企图掩饰自己的无知,就得表现几次无知。这里的无知是指一个人的缺点,所以我们用掩饰。 而第二句,指包不住火,真相是隐瞒不了的。这里的真相是指一件事情真正的原因,那我们用隐瞒这个词会更好。 现在我们来一起做一做练习。 这里是正确答案,你做对了吗?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句,是该把真相告诉妈妈,还是隐瞒下去,我陷入了困惑。 这里又提到真相,所以我们用隐瞒。 第二句,为了掩饰心中的惊慌,她对我们讲了一些毫不相干的话题。 心中的惊慌,表示一种心情,所以我们用掩饰。 第三句,对税务机关隐瞒自己的收入是违法的。 自己的收入是指一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用隐瞒。 第四句,做错事的人用谎话来掩饰自己,往往说话都是自相矛盾的。 这里又提到做错事,所以是想掩饰自己的错误,我们不用隐瞒。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练习。 我们今天学习了掩饰和隐瞒。 你会了吗? 我们下节课,再见。